总共大概100个人都是在等这份报告 那终于几个小时过后这份报告出来 那这边就是有很确定的时候 negative这个字出来 我们就觉得说终于是阴性可以出国 亮出核酸检验报告 对着镜头分享喜悦 在疫情爆发后 台湾的旅行团终于首度能够出团 到友邦帛琉旅游 游客超开心 卫副部长陈时中也相当开心 赴帛琉的123位旅客 出镜前裁剪全部阴性 123只检体全部都是阴性 所以这一团可以就是非常的安全 那可以去安心旅游了 那比表令的时间 我们本来是检验时间 晚上要设在12点半 来找了45分钟 那下一次我们的整体的流程 应该可以更顺利更快 波流本来就是以观光立国嘛 那他这个一年多来 他没有观光客的这些污染的话 我想那个自然生态环境一定更原始更丰富 所以想就想看 赶快利用这个时候来看一下 透过这次的首发团去认识台湾的邦交国 然后去了解波流的生活方式 甚至是学习他们对海洋生态保育的这些措施 这些都很值得也是一样岛国的台湾 可以作为参考 不过媒体也关心官岛主动来函 积极跟台湾接洽下个阶段的旅游泡泡 对此陈时中和林嘉隆回应 我们这边还有一点距离了 我们还没有送件 但是双边的接触交换意见 都持续在进行中 也确实官岛方面也是很积极 林嘉隆透露目前进度只有讨论 还没送件 指挥中心则表示 官岛部分应该清明节后才会来跟台湾谈 八字还没有一撇 而且官岛还有疫情 此外针对帛琉团返台后的相关裁减 发言人张仁祥也说明违规裁罚 旅客在回国的第五天左右 要去医院做裁减PCR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会医法裁罚 那裁罚我记得是一到十五万 如果没有去做的话 那另外还要去到这个 刚刚说集中检疫所 这个十四天 那这个费用他要自己出 庄人祥说希望民众 确实遵守防疫规范 不希望得寄出裁罚 新唐人亚太电视 常会模 黄雁林 台湾台北报道 警方文字幕志愿者